今天同样的是受封乡民代表会 第21届第三次定期大会的开议 代表会主席郑美香表示 希望代表们能够以理性问证 为乡亲谋福利 在互惠和谐下 争取更多的预算 挹注在受封乡 共创美好的愿景 与受封乡的发展 受封乡民代表会第21届 第三次定期大会19号开议 代表会主席郑美香 期许代表会 能够为受封乡民谋福利 并且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 能够请受封乡公所加强防疫 蒲蜂养鸡场的问题 也能够和民众站在一起 为受封乡的观光 创造更好的经济发展 本次大会总执行期间 希望代表们 秉持个理性问证 乡亲建设提出建言 建议这是千何万绪 有赖我们代表会 及相公所共同努力来完成 我们代表最关心 无非是百姓息息相关的公共建策 在此本席取行 相公所对于代表所提出的建言 要重视 要努力改进 并且能够一一记录来执行 希望各客主管能好好协助新上任的游乡导 对我们收入乡的建设 能够提出完整规划 以事情的轻重缓食 向中央以上组机关争取辅助款 来推动乡镇 并以关怀弱势族群 提升乡女的生活品质 作为施政重点 收封箱长刘耀宗也在定期会进行施政报告 提出了建构收封箱东西向完整交通网络 创造东海岸海洋景区亮点 收封新动力等12项施政方针 希望在府会合作之下 共同创造收封箱的新局 记者林杰收封箱采访报道